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部 说话就会嗝屁的惊悚天,寂静之地 影片开始,整个地球一番末日景象 到处充满了颓废而死亡的气息 人类因为怪物的入侵而被消灭的所剩无几 只有男主一家勉强苟活了下来 他们小心翼翼的在超市里搜寻生存物资 不容发出半点声音 因为怪物的设定就是靠着天生变味来袭击人类 男主的小儿子看中了一款火箭玩具 男主表示拒绝,并把飞机和电池放在另一边 这么吵,你是想坑死你爹吗? 心疼弟弟的姐姐趁着爸爸不注意把飞机给了弟弟 妈妈没想到,小儿子还顺走了一旁的电池 一边走还一边装电池 这下可好,玩具的声音即刻响遍了周围 还没等男主跑过来,熊孩子就被怪物给收拾了 没了孩子怎么办啊,再生一个呗 于是男主和他老婆继续造人并且成功怀上 与此同时,男主也一直研究对抗怪物的办法 怪物灵敏的听力可以随时锁定声援的方位 他们行动敏捷,外壳坚硬 目前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不发出任何声音 走路光脚丫,乘翻用荷叶,交流靠手语 传递讯息只能靠灯管颜色等等 平日里,男主带着大儿子外出捕鱼 玩事后就带着他在瀑布后面放声大喊 因为大自然的声音可以掩盖他们发出的声音 与此同时,男主的妻子即将临盆 为此,他们做了很多准备 将分别的场所转移到地下室 准备了隔音的后床垫等等 然而百密一书啊 独自在家的妻子闲着没事干洗衣服 结果上楼晒衣服时,把钉子给掰直了 更为糟糕的是,晒完衣服后就发现羊水破了 火急火燎的他进入地下室时 刚好一脚踩中钉子 妻子极力克制避免发出声音 他将外面的灯调成了警戒模式 然而此时怪物已经闯入了家中 空气瞬间凝固了 此时外出回家的男主发现了异常 他赶紧往回跑 女主用闹钟勉强引开了怪物 他躲进了浴缸里 粪面时,藏烈的剧痛一阵阵袭来 屋内的怪物步步紧逼 无法忍受的女主终究还是叫了出来 幸亏此时屋外的大儿子点燃了烟花 巨大的爆炸声掩盖了女主的喊叫 而男主赶到时,女主已经顺利生下了孩子 他将模拟俩带入了地下室安顿好 而此时屋外的儿子和女儿却遭到了怪物的埋伏 幸亏女儿的助听器发生故障 尖锐的声音让怪物迅速逃窜 男子外出准备寻找女儿 却没有注意到房间已经开始漏水 等女主发觉时,房间已经溢满了水 而怪物就在刚出生的婴儿旁边 女主战战兢兢的走过去抱起了孩子 然后小心翼翼的躲到了水墨下 另一边,大难不死的儿子和女儿 在粮仓上面等待父亲的到来 然而儿子却不慎掉入了粮仓内 还差点被玉米活埋 幸亏女儿急时跳下救了弟弟 然而怪物再次杀到 两人躲在一个蒙板下面不敢置身 关键时刻,女儿的助听器再次顾掌 无法忍受尖锐声音的怪物迅速逃窜 两人就这样免于一死 之后两人成功和男主会合 然而怪物仍旧没有走远 男主示意让两人跑到卡车里 自己却被怪物给打飞了 儿子的喊声成功引起了怪物的注意 怪物跳上卡车展开了疯狂攻击 另一边,男主再次站了起来 为了拯救孩子 男主发出了无力的呐喊 成功吸引了怪物的注意 儿子女儿成功开车逃回了家中 然而强追不舍的怪物还是尾随跟了过来 母女虽然在强大的怪物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弱小无助 此时,大女儿终于意识到 尖锐的声音可能是对付怪物的关键武器 她把助听器怼在了麦克风上 高能的声音让怪物痛不欲生 女主抓住机会朝着怪物的脑袋上 来了一场怪物就这样被干掉了 与此同时,屋外的两只怪物纹身赶来 女儿拿好麦克风准备迎接最后一战 女主帅气的一个上堂弄作 电影结束 纵观全片各种剧情bug 但是这仍旧不影响电影的整体观感 尤其是电影中不能出身之地设定 非常吸引人 强烈要求高铁和飞机上普及这种怪物 好啦,今天喵妹就说到这里啦 关注微信号喵妹说电影 喵妹在这里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